欢迎收看 旋转理财脑 颠覆你的财经思维 我是主持人选一 2014年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年 因为今年可以说是 全球的总统大选年 在今年呢 有非常多个国家 都要来明选出他们的总统 那么在2024的年末呢 全球的目光最关注看的 一定是11月要登场的 美国总统选举了 最近一个新闻世界就是说呢 川普他成为第一个 在美国被判刑定罪的前总统 好那么到底呢 这个川普呢 他被定罪这件事情 是在打配琴牌吗 因为我们发现了 他被定罪之后呢 他的募款金额 现在是持续上升的 所以到底整个美国总统选举的策略 还有之后发展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观察 以及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会怎么走呢 今天请到的是 总体经济专家 吴嘉隆老师你好 学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吴嘉隆老师呢 过去在美国哥伦比尔大选呢 是很厉害的这个经济系的 在这边求学 那想请老师 就你自己过去的美国在地经验 还有你经济学的这个专业来观察 过去是不是从未见过 有一个美国前总统 他这样子被定罪 然后呢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存在到现在 那你认为他被定罪这件事情 对于大选整个策略 或怎么样的影响吗 你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也是很新潮的问题 的确这个在美国历史上 前总统被定罪 这是第一次 算是史无前例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 是这样这个定罪 陪审团的定罪 那主要的地点是在纽约 那纽约呢是民主党 非常强的一个地方 OK 据说是65%是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是其实 严重的少数党 好那么用我们台湾来形容比喻 就好像是比如说 高雄或者宜兰 是绿营的那个大本营 在那边的话 那个绿的票比较多 对不对 很显著 那有些地方缆的票比较多 比如台北 桃园 类似这样 就是说那个 社材很明显 很明显 那纽约是民主党的地盘 所以民主党从检察官 法官到陪审团 都很亲民主党就对 所以照最后大家认定 这个定罪本身有问题 是这样 因为检察官到最后 硬是要去找川普的 找麻烦 然后来找出那个 所谓封口费案 其实付钱封口 这根本不构成犯罪 那犯罪在哪里呢 是账务处理 那川普处理封口费 这是他属于个人问题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说 选举的经费运用 有没有不当 可是即使这样的话 也还不至于 构成那个犯罪 所以最后的话 检察官为了给他 罗资罪名 就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如果这个本身 不是犯罪 没有错 可是他如果是为了 掩盖后面的犯罪 这样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他是 有点被冤枉吗 对 就是说他的法律程序 有问题 那反正在被定罪之后 还可以上诉吗 可以上诉 不过现在有个新的问题 就是在陪审团判决出来之前 是 社交媒体上已经有人说 我的亲戚在陪审团里面 他们已经决定 把川普定罪 OK 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 对 就像你刚刚提到 可以上诉 上诉到联邦巡回法庭 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他上诉还有两次机会上诉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可以参选总统 为什么 因为参选总统的条件 没有规定说你不能 你都不能有被定罪的记录 他可以 所以他还是可以选 那这样的话就产生 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 以司法迫害者的形象 来争取到悲情牌 那这个问题倒是很微妙 为什么 因为 这是民主党人在打 共和党人的川普 那共和党人看到以后说 对不对 我们的对头 民主党在打川普 我们还去打川普 说不通 所以共和党内就挑战者就纷纷退出 突然就团结起来了 就是说川普被打了 我们还去打他 这样不对 所以共和党就纷纷退出 所以川普就很轻松拿下共和党的提名 然后等到问题是这样 纽约虽然很民主党 但是全美国来讲 共和党并不是少数 共和党的支持者的话 都好像都有 比如说也是50 50之类的 所以美国的其他地方 共和党比较多的地方 像内陆 很多共和党比较优势的地方 他们就居然对川普捐款 很多小额捐款进来 听说24小时还是48小时内 川普的账户多了2亿美金 然后民调走高了6个百分点 就变成说 人家说 这样子会不会是 这个官司反而帮了川普 现在有这个效果 不过我们就想要问了 回到经济层面来观察 到底川普当选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是很糟糕的事情吗 我会这样子问 是因为大家可能都想到 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 那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 川普他就是一个反中 抗中 然后也积极的呢 想要来强调 我们美国最大美国最棒 所以他在整个贸易的手段 跟经济手段上是比较强硬的 那这显然就会影响到 全球的自由贸易市场 以及整个金融环境 所以相信我老师 川普当选对于全球金融市场 不是很糟糕的事情吗 不见得啦 因为这个川普 很多人认为 他可能会因为比较强硬 比较冲动 可能会带来很多 所谓不确定性 就这样 然后金融市场担心不确定性 是 所以才会有 你刚刚提到那个担忧 对 说会不会说川普当选 对金融市场不见得好 那是因为金融 对金融市场来讲 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有一些跳通 有些跳脱传统思维 常常会有一些出奇不异的政策制定之类 像之前还要盖边 那个边境围墙 巴拉巴拉什么的 很多事情让大家觉得 他怎么会这样想 有点错愕 然后这个对一般来讲 叫做不确定性上升 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反面效果 就是不确定性的下降 为什么 因为川普被认为很强悍 对 所以很多坏人就不出来闹事 OK 所以川普 他说他当总统的这四年 没有战争 然后你看看之前 这个每一个总统任内都有战争 只有川普这四年没有战争 他这样说也没错 对啊 没错 他这样讲没错 那问题是这样 川普对事情的那个态度 的确跟政客不太一样 我们要来说明一下 我们看照片就是说 这个是川普 这个可爱的小男孩 居然是川普 这个青少年是川普 他读的是军校 纽约军事学院 他的国中跟高中一共六年 这是我们俗称的人生的一个 性格养成时期 他受的教育是军事教育 对 所以他这个人 我们可以说他的性格是军人性格 不是商人性格 虽然他是商人家庭 没有错 但是他你看青少年时期 你看你如果有小孩 你就知道小孩的性格养成 就是国中高中这个时候 到了你读大学的时候 大概性格已经定了 那所以呢你看 川普在国中高中六年的时间 是军事院校的训练 所以呢我们要区分 军人性格跟商人性格不一样 军人性格怎么样 他追求荣誉感 这个追求国家利益 然后呢有使命感 甚至于必要时为这个使命去牺牲 这军人教育嘛 那商人不是啊 商人在那边计算 然后盘算 然后我怎么样能够获利最大 对不对 必要时我做交易 我这边让步 交换别的地方 对方让步这样等等 这是商人性格 那政客很接近商人 因为都要瞧事情嘛 都要那个交易嘛 这边我让了 教官你那边让我这样子之外 那军人不一样 因为对军人来讲 第一个基本信条 胜利是无价的 所以如果在战场上 追求胜利的话 那没有再 到时候不计代价都可以 那如果在政治上呢 也会是这样了 川普重新界定 美国的威胁来自中国 来自俄国 然后后来就开始 像你说的 开始对中国的这个 打贸易战 不再给中国经济支持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中国在利用美国 壮大中国自己 利用国际市场 来取得经济利益 然后这个经济利益 因为它的权力分配很集中 所以经济发展的成果 大部分都会被 掌握权力的阶级拿走 到最后你现在看出来 其实普罗大众 中产阶级 甚至于下层 慢慢的流失 整个社会发现 你掌权 你才能够拿到 很多经济利益 所以你会发现 美国帮中国 经济发展的结果 那些经济发展的成果 最后会被 权贵阶级拿走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中国的 所得分配差距 很悬殊 其实这个是不应该有 总而言之 就是美国发现 中共 不守规则 不守协议 所以在国际秩序 横冲直撞 对美国叫板 美国就开始调整了 反过来 如果他在2024年 真的又在当选的话 您刚提到那些政策 他会持续的延续下去 会 第一个就是说 对于 货品的出口 美国这边 等于对中国关闭市场 要克关税 关税的话 会拉高到50%或60% 他说 甚至于前国务卿 蓬佩奥还说 如果不行的话 百分之百 所以你看现在 两党现在都有共识 要把中国看成是威胁 既然这个是共识的话 这方面就没有办法 做区别了 对不对 左边右边都认同了 所以但他比什么 比谁对中国更强硬 所以他就比横 所以两边互相加码 可是如果说 川普上海之后 对于中国是更横的话 对于全球经济 会有一定的冲击 第一个就是在商品贸易这边 在贸易这边 关税会提高 再来在技术领域的话 会更多限制 列入黑名单之类的 不能让你买这个 买那个设备 软件什么的 那人民币是不是 也有贬值的可能 甚至是大幅度贬值 应该会贬值 就是说 美国现在 不管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方向都一样 就是对中国 采取在经济领域 采取强硬立场 从贸易 投资 技术 跟金融 这四个领域 都会采取强硬立场 那这个就会呼应出 川普的军人性格 他这个认为 美国的国家利益 需要这样界定 美国必须对中国 采取强硬立场 然后剩下就是 找理由 找罪名 比如说现在说 中国是不守规则 不守协议 然后这个 等于是国际政治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 破坏者或威胁者 这样子 然后要盟友联合起来 一起来加入美国的这个强硬立场 比如说 如果美国给中国在半导体产业方面有一些限制 然后中国的企业如果绕过去 从韩国台湾还是荷兰日本 从其他地方来取得这个替代的来源的话 那美国的制裁就没有用 或者失去效果 所以美国必须 确定自己的立场 之后说服盟友 包括日本台湾 韩国荷兰 这些有跟半导体有关的 大家联合起来 叫做半导体联盟 然后来 来完成对中国的这个限制 这样中国企业才会真正买不到 他要做的半导体的一些设备 软件等等 然后现在不仅仅是针对高阶晶片 现在连成熟晶片 美国也要管 为什么 因为成熟晶片用到汽车 还有很多军事用途的 其实也不用太高阶 所以还有民生用途 可能一些冰箱洗衣机 可能也不用用得太高阶 所以成熟自成 其实还有很大的市场 现在就是抗中是一个共识 然后还有一个共识 如果回到经济层面来看 其实他们也都是希望 联准会要降息的 所以说我们来观察 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到底之后的立场政策该如何走 以及鲍尔他会何去何从呢 关于鲍尔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先讲 他个人这个问题是这样 因为法律上保护联准会官员 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之后 他是有任期保障 所以总统不能随便撤换 联准会的主席 副主席的官员 联准会有一套机制在运作 比如说他有分区 每一个地区的联准会主席 轮流来代表该地区来担任 有投票权的委员 这些都是规则都定好的 如果你是理事 联准会的理事 你当然自动有投票权 然后你是地区总裁的话 就轮流等等 他有一套机制 然后美国总统不能动 美国总统有没有动过的潜力 倒是有 就是在1970年代后期 1978年吧 就是大通膨那个年代 卡特总统为了把联准会主席换下来 那个联准会主席恰好跟现在的鲍尔一样 都是念法律出身的 不是念经济学出身的 然后他们比较倾向企业 因为律师一开始都通常都是帮企业在办案子 他们希望不要这个货币紧缩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 那个通膨压不下来 当初曾经降息过两次 在1970年代的时候降息过两次 结果两次通膨都创新高 好 所以卡特怎么把它换下来呢 他提名那个联准会主席叫做乔治米勒 去当财政部部长 然后这个主席接受了 所以这个联准会主席的位置就空出来 空出来以后卡特赶快补上那个 后来的抗通膨英雄叫做福尔科 是这样来的 照理说他应该继续支持鲍尔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说 川普对鲍尔上任之后 继续升息了三次 很不爽 很不舒服 所以他已经说他 不会再提名鲍尔做第三任 那理论上联准会主席做两任 完全OK 就是够了 可以了 做两任八年可以了 所以现在鲍尔已经知道说 不管谁当选他都不会有第三任 所以他已经使了心就是 专心做好他的主席工作 甚至于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那如果我们最后下一个结论 老师认为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人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点会是什么 两个 第一个是毫无疑问 通膨数据本身 我的通膨走势 中期走势 第二个是地缘政治冲突有没有上升 比如说如果中东地区恶化 还是乌克兰战争恶化的话 会影响到能源跟粮食 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物价 那如果是第一岛链这里 西太平洋这里有冲突的话 那它也会影响到制造业的出口 因为亚洲这里是制造业的基地 那地缘政治冲突会影响到 全球的贸易 投资技术 金融等等 所以要观察 哪一个总统上台 比较能够缓和地缘政治冲突 比较不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因为如果有地缘政治冲突的话 很简单 大家去投资军工概念股 因为做武器的 做军事产品的 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订单 所以现在要看 如果川普上来的话 那说不定地缘政治冲突会缓和 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强硬的话 坏人不敢出来做坏事 那反而警察就比较轻松 那如果一个软弱的人上来当总统的话 那坏人都出来 做很多坏事 那警察就很忙了 要忙着抓坏人 就这样子 所以很难讲 就是说事情的话 我们只能继续观察 好 非常谢谢吴江洋老师 宝贵的时间 还有他的意见分享了 旋转理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